有介於你之前在節目當中 對於扣乃欣說的那句話 我感到相當的壓抑 你說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戒經 不要對乃欣說 乃欣 如果接下來以後你想有孩子 而國人老師不行的話 你也可以戒經喔 好不好 生氣了… 我可不可以直接宣布 單身卻想戒經生子 是不是一種自私 戒經生子就是人工生子 它常伴隨一個手術 叫做減胎手術 什麼是減胎手術 就是人工生子的過程中 你要植入二到四個胚胎 來提高受孕力 但是如果胚胎開始受精了之後 發現多一個嬰兒就要把它殺掉 這種殺小孩 斜門彎腰的手術 對方的價值觀竟然是無私嗎 而且根據科學研究 人工生子常伴隨著很高的病變 譬如說畸形胎兒 是一般生子的三倍 或者是常伴隨著自閉症 體重過輕 憂鬱 甚至是兒童癌症 這種行為還叫做無私嗎 現在很多人夫妻去找醫生 會先去生前諮商 醫生說如果這個小孩 可能有高的限限性疾病的話 你就選擇不生 但人工生子的人剛好相反 你寧願抱著 讓胎兒這麼大的健康風險 你還是執意要去做人工生子 這不是自私 什麼是自私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我問對方三個問題 第一個 為什麼要生小孩 到底為什麼要生小孩 就是為了滿足媽媽自己的私慾 你想要陪伴 你怕孤獨 對不對 等一下你們可能回答講說 我想要照顧小孩 我想要愛小孩 好 第二個問題 想要照顧小孩 想要愛小孩的話 為什麼不去手養一個隨機的孤兒 他們才是真的需要被照顧的 你是想要有自己的血脈 才想養是不是 這不是自私 什麼是自私 第三個 為什麼要冒這麼大嬰兒的風險 你還是堅持要做人工生子 以上三個問題 請等一下給我三個無私的答案 謝謝 我這邊講 我是百分之百 相信單親母親的力量 但是我不相信這個社會 我本身也是一個單親家庭 成長過來的孩子 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的父母就離異了 我跟著爸爸 當所有人在放學的時候 父母會輪流來照顧的時候 坦白講我是非常羨慕的 當我學校的老師知道 我父母離異 在課後輔導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是欲言又止的 所有的同學在旁邊圍觀 我不喜歡這個不一樣 坦白講我在小學的時候 美術課最想要畫的一幅畫 就是我牽著我的爸爸 還有我的媽媽 中間寫上我的家庭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 是我去美國住了兩個月 我在我爸爸的朋友家 我當時有點調皮 難以管教 但是小學四年級的 我能犯下什麼滔天大罪 但是他對我說 你會這麼沒有教養 就是因為你沒有媽媽 試想你的孩子 如果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你要怎麼去接受他 你要怎麼彌補 沒有認知到一件事情 單身借金生子 是有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孩子的 今年我37歲了 我好多朋友進入婚姻都說 他們是 基本上你叫老公去 給小孩說床邊故事 他說他沒空 你叫老公去接小孩 他說幾年幾班 根本老公在育兒當中 是透明的 做女人真的很難 因為我不想要這樣 讓我的小孩成為 婚姻中的犧牲品 我想說 媽媽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考慮 而且下了勇敢的決定 讓你來到這個世界上 或許你會發現 我們家跟其他人 有一些不一樣 但是這就是獨特之處 我期待做你的英雄 也要做你的榜樣 但是我不想要求 你活得有多優秀 因為你的幸福 就是我所有的希望 然後我覺得大天 最後我想講說 你動之以情那一段 有感動到人 再一個辯論比賽是這樣 好的辯論說服人 更好的辯論感動人 最好的辯論可以改變人 基於愧疚的婚後照護 前任再婚之後 還要不要繼續給錢 關於這個題目 雖然沒有辦法邀請到 王先生和大 來辯論 但是黑白兩隊 應該也能夠 辯出屬於自己的真理 愛一瞬 差一線 不能一起 等一天 等一念 忘掉自己 卻忘不了你 想忘記 想忘記 去深愛你 繼續唱 這是我寫的歌 是 不想失去你 這麼好聽的歌曲 它定義了愛情 愛之所以這麼棒 讓我們覺得刻骨銘心 因為承諾 責任跟肩膀 那我們今天 我們在愛的義無反顧的過程中 我們根本不會去在乎 對方需不需要這件事情 我們只覺得我們應不應該 我對於他的任何需求 我都覺得是我應該去做的 這是我們這一對要立論的前提 但是不知道這段婚姻感情 跟你聊完之後呢 一輩子的一 變成了夜深人靜一個人的一 曾經你看著他的眼神說 你是我的安德 但是他的生活卻只剩下 不離不棄 你做到了 很厲害 你做到了什麼 你做到了 離了婚這個詞跟著他 一輩子不離不棄 你愧疚嗎 我真心的問你愧疚嗎 因為在前任再婚的時候 你當下感受到 不是喜悅跟祝福 你一直想要趕快翹頭 停止你的婚後照護 這是正確的一個愧疚心態 基本上會離婚 你就已經背棄了 你一輩子的承諾一次 那婚後照護又是你第二次 一輩子的承諾 你又打算背棄 我就問你 一輩子人生裡面 你打算背棄自己的承諾幾次 就這麼簡單的問題 所以今天前任還願意拿你的婚後照護 已經是 應該不應該其實非常簡單 我去跟人家借錢 我會不會因為我的債主中了樂透 我就停止付錢 不會 因為這是我該做的 我會不會因為今天披薩店買大送大 但是我因為全明星辯論會搞砸一次 不會 因為他給我披薩就是他應該做的 就這麼簡單 是 所以今天你還有什麼應該做的 就是當你前任再婚你不祝福他 你還想扯後腿 你付完這一筆款項之後 你還應該 天底下沒有人會跟錢過不去的好不好 我跟你講 錢是乾淨的 覆雜的永遠是人 就像今天一把刀子 刀子沒有錯 你拿刀砍人你就有錯 但是刀子拿來切菜 它就是好的 所以不要把錢跟複雜的人混為一談 再來我要再講我自己的事情好了 因為我最近正在準備要結婚 沒有錯 那我跟我的老未婚服務到現在還沒有登記 就是因為我們正在討論婚前協議 然後這個男的非常的沒有水準 我真的很生氣 因為他卡在一條 我們的離婚前協議有一條就是說 如果對方外遇要賠錢 他居然問我說 為什麼外遇要賠這麼多錢 哈囉 你外遇 而且是雙方外遇都要賠 其他居然跟我討價還價 所以我非常的生氣 我今天就站在這裡告訴你 為什麼你要賠這個錢 我一個收錢的人 我為什麼值得拿 剛好我前陣子 是不是 剛好我前陣子看了一部韓劇 叫做產後調理院 它裡面就在講說 有一個事業心非常強的女強人 她懷孕之後持續地工作 她工作到 她跟客戶談聲音到一半 癢水破了 被送去醫院她都沒有休息 然後她就生完孩子以後 就去月子中心了 那她在月子中心 她就一直很擔心 她想說我是公司的高層 如果我不在 公司的員工會不會群龍無首 不知道怎麼做主怎麼辦呢 所以她在坐了月子 兩個禮拜之後 她就決定說 我要回到公司上班 結果她一回去 她發現什麼事情 非常可怕 她沒有辦法融入她的同事 她已經不知道 他們在聊什麼了 她才離開兩個禮拜 她就覺得我跟社會脫節了 所以今天 你給她這個贍養費 並不一定代表說 她經濟弱勢 而是你要想現在社會上 有這麼多的女生 大部分的女生 大部分一個家庭 會犧牲工作 都是女生 她為了你 她回家當黃戀婆 然後接下來她跟你離婚 她想要重回社會 你們知道跟社會接軌 是多困難的一件事情嗎 非常的困難 所以你今天賠她這個錢 並不只是因為你虧久 而是你還要幫助她 重新跟這個社會連結上去 所做的一個補償 感情是怎麼樣 婚姻是怎麼樣 你要嘛給我愛 你要嘛給我錢 你愛跟錢都沒有 謝謝大家 來 有20秒時間 來 凱莉講得很對 愧疚就像菜花一樣 很難根治 但是我給你機會電燒 你不去做就是你的問題 今天電燒是什麼東西 就是今天讓你有機會 把這個債給還清 你們剛剛前面 從洋車打開一直講債 債有沒有還清的一天 有 感情債是不是債 是債 哪一天可以還清 走債紅毯那一天 謝謝大家 剛好三分鐘的時間 好 白隊 好厲害喔 來吧 天啊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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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仰應該要被淘汰 我覺得阿希 為什麼沒有危險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好笑好笑這樣子而已 徐欣揚吧 因為 雖然每個人都有表現不好的時候 但是徐欣揚好像是第一個跳出來的時候 他不想上的 全民進辯論會 第一位要送回去的選手是 徐欣揚 其實當初接到要來參加這個通告的時候 我是第一時間拒絕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已經就是超乎我的能力 但是我現在很謝謝自己 能願意來這個節目挑戰自己 那我覺得 從第一集到現在我的進步 我自己有感覺得到 那也很謝謝各位評審的指教 謝謝 下班之後工作的訊息 該不該回 第二道題目 領多少錢做多少事 安靜離職的年輕人 該不該被譴責